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六代机颠覆观念 软硬件升级就如电脑般随意 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冷战情事 今天我们关注空战 首先是为什么俄罗斯的空天军有强大的前线战斗机和轰炸机 却在乌克兰战场表现很差 背后到底是哪些因素在起作用 另一方面 我们聊一聊美国在周末推出的最新战略轰炸机B-21 俄制前线轰炸机苏-27、苏-30、苏-34和苏-35 发动机强大 动力可靠 还有强大的雷达和远程空空制导飞弹 俄罗斯空天军有了这些飞机 理论上击败乌克兰的空军和防空都很轻松 可是 空天军为什么就做不到呢? 这就要从俄军的体制改革说起 2006年 普京将所有参与飞机和相关设备生产的俄罗斯公司 都合并在了OAK的旗下 希望俄军总参的武器开发指令能更顺畅地下达 各个军火公司之间也能减少竞争 普京预计 改革之后 俄罗斯国防工业会蓬勃发展 俄军会变得现代 精简 反应超快 还能随时开战 到了2012年 空天军似乎从改革中受益匪浅 配备了能力和性能都全新的作战飞机 空天军获得的资金 备件和燃料 让飞行员每年能飞行80至120小时 空天军为自己和他们的飞机感到骄傲 可是 在俄罗斯对叙利亚的军事干预中 空天军在发展作战理论和战术 提高领导质量和作战能力方面毫无建树 原因是空天军指挥官没有自主决策权 还是要听总参的 由于2012年邵伊古取代前任谢尔九科夫之后 重新恢复了苏联的军事传统 让地面部队和总参继续指挥空天军 空天军只能指挥远程航空兵和军事运输航空兵 远程航空兵就是装备了图九五和图160战略轰炸机的空天军部门 其他配备战术轰炸机和攻击机的前线航空兵 以及运行各种直升机的陆军航空兵 都是归陆军指挥 结果呢 不管空天军收到的苏30、苏34和苏35 装备了如何超级的涡轮机 但从来没有被陆军充分利用 这些飞机只是用来为地面部队提供火力支援 与此同时 按照俄军的教条 每个空天军的指挥官 必须首先不能失去任何飞机或机组人员 至少不能因为团长或中队长的命令造成损失 因此都围绕着不损失飞机进行训练 这样到了2015年 空天军回归了苏联水平 培养一个飞行员或者机组人员 需要8到12年的时间 此外 俄军还严格规定 机组人员不能和太过厉害的对手进行对抗训练 不同类型飞机之间的空战训练 特别是红蓝对抗训练 只有团里最高级别的飞行员才能参与 大多数只被允许在空军基地的可视范围内飞行一圈 严格禁止飞入云层 这样训练出来的飞行员成了病猫 在西方专家眼中 苏34是多功能轰炸机 不仅能进行远程空中打击 还能使用空空导弹保护自己 但是直到今天 俄军总参下发的战术手册 还是让空天军把苏34当作前线轰炸机用 现在的俄罗斯媒体都知道苏34能携带R-73 R-27甚至R-77这些空空飞弹 苏34的飞行员却都不知道怎么使用它们 可是俄罗斯的将军们自己却要指哪打哪 某些苏34飞行员曾抱怨说 R-73短程空空导弹的自卫训练从来没有进行过 总参的某个人就给了他们几颗飞弹 训练了几次 也就仅此而已 到最后 总参也还是没有修改苏34的战术手册 死不放权 2015年 总参的集权又出现了新招 要通过自动化战术管理系统ATMS 让高层的将军们远程控制投弹 参与空战 他们想得不错 俄国的将军们只需要输入目标的坐标 空中指挥机A-50上的计算机就能把数据转发给选定的前线轰炸机 飞行员只管监控飞机的自动驾驶 导弹自动发射 行得通吗? 在2016年的叙利亚战场的测试表明 A-50空中指挥机上的控制人员太少 无人侦察机太少 将军们没有拿到足够的目标数据 那就增加无人机和空中控制人员的数量吧 但是又发现卫星导航系统的插分站数量也不够 精确度也差 这就在叙利亚安装了40个插分站 覆盖50x50公里的前线 再然后又发现软体还不行 前线轰炸机只能配备非制导炸弹 命中率2% 有了坐标也没有办法精确打击 这下子俄罗斯的IT公司又编写了新的软体 经过这一番折腾 总算能实现对叙利亚的平民目标 展开大规模的空袭了 将军们指哪打哪 这种战术到了乌克兰不但没有奏效 还损失了超过一个中队的苏三四 这也是没办法 去利亚才多大的地方 乌克兰战场 俄空天军的空对地制导飞弹 根本覆盖不过来 再说 在乌克兰境内 俄罗斯的卫星导航的信号覆盖也不行 往往要使用美国的GPS 可惜的是 俄军的地面部队大力干扰美国的GPS 导致俄空天军想使用GPS也收不到信号 空战这东西复杂 而且技术性的东西多 听了容易犯困 今天就此打住 以后有时间 我们再进一步介绍这方面的更多内容 迄今为止 对B-21突袭者RAID战略轰炸机的描述 仅限一些绰号 缺乏缺械的特征 作为取代B-52 B-1和B-2的轰炸机 12月2日 B-21首度公开亮相 诺斯洛普·格鲁曼公司称 这是第一个第六代飞机 它真的当之无愧吗 2016年2月26日 美国空军正式将远程打击轰炸机 指配代号为B-21 是指21世纪的新型轰炸机 2016年9月19日 B-21被正式命名为突袭者 以纪念二战期间 向日本本土首次进行的空中轰炸任务 空袭东京 12月2日 美国防长奥斯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 海军上将格雷迪 为B-21突袭者轰炸机 举行了揭幕仪式 它将成为美国未来十年战略轰炸机的中流砥柱 说实话 在揭幕仪式中 对B-21突袭者本身的展示是不完整的 只让从一个角度观看 官方信息也仅限于对能力的一般描述 没有公布战术和技术特征 乍一看 隐形轰炸机B-21与B-2相当相似 如果仔细对比就能发现差异 B-21更小 B-2大约是它的1.5倍 而且B-21的机身上的面板接头明显更少 这表明机身上使用的元件更大 这已经是飞机制造技术的新水平 此外 更少的接头意味着更小的雷达可见度 同时 新进气口完全不超出主机轮廓 也展示了新的制造水平 尽管体积较小 但B-21似乎比B-2更胖 这表明有效载荷率可能更高 目前B-21的估计有效载荷约为13.5吨 B-2约为18吨 接下来的是机舱 看起来能见度不够好 但这也可能表示 飞行员将佩戴类似F35战机那样的智慧头盔 完全让飞行员身临其境 另一种可能是 B-21是一种在绝对必要时 可以游人驾驶的无人机 可选择载人和无人两种驾驶模式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